密藏基里的这句话 观定美美乐 观大悲护念 顶佛国最顶 那我们现在知道 小本米达经上书 仅题 一切祝佛所护念尽 无量寿经跟弥陀经是同步 大本小本 小本是一切祝佛所护念尽 这个本子当然也是 一切祝佛所护念尽 这就是观的意思 顶呢佛法力最高的 阿弥陀经是顶 这个无量寿经是挺 我们恭恭敬敬把这部剑 从头到尾念一遍 就是摄放三世 一切如来 给我灌顶一次 我一天念两遍 就给我灌顶两次 我一天念三遍 他就给我灌顶三次 这是真灌顶 跟前面那个一世不一样 未必得到真理 这个得到真理 再跟你说简单的 念一声佛号 佛给你灌顶一次 你一天念一万声佛号 祝佛如来给你灌一万次 谁知道 念老师密宗的上司 他受过观点 他是密宗的阿舍利 我在美国遇到他的时候 他在美国传密法 密宗之密 无上之密 就是这一句阿弥陀佛 没人知道 黄宁老知道 所以 他这个祝节 祝完之后 身体不好 毛病很多 就下决心 求生进度 一天 十四万声佛号 念了半年了 他走了 这是做给我们看的 这是做给我们看的 这是一天 十四万声的观点 这还得了吗 经经养 神观点解 对于 对余会大师而言 乃至后华 因为在会的 参加这个大会的 十六正四 都是等觉位的菩萨 在家菩萨 他们守贯定位 这是后面说的意思 但是对教导众生来讲 教化众生 戒缘贯定 那这是粗微 我们明白这个道理 行观点 一定要把 阿弥陀佛 介绍给他 要把无量寿经 或者是阿弥陀经 介绍给他 为什么 这是粘 这个方法 能教人一身 圆满臣服 其他的方法 做不到我 比什么都重要 灌顶的意思 千万不能误会 灌顶就开智慧了 上司 那这是水 小瓶的水 弹齿 弹极低到你头上 哎呀 你喜欢的不太了 智慧开了没有 还是糊里糊涂 没开智慧 那你每天去冲凉 水龙头 那不叫大灌顶 智慧开了没有 但明理 不能迷信 灌顶这个意思是清楚了 灌顶是慈悲 糊涅 定是最高的佛法 把最高的法传授给你 这个叫灌顶 讲的这么清楚 讲的这么明白 不是迷信 最高的这个顶法 你得认识 你不认识 不行啊 这个法 一切祝福都说 男性之法 它是真的 它不是假 真是男性之法 我们遇到 能相信 应该这的情形 我们得的是 灌顶法 每一天讲语 每一天学习 每一天接受 设防 一切诸佛的灌顶 自己要知道 不知道什么 佛料观点 没接受 这我们就接受了 阿 你 陀 佛 阿 你 陀 佛 阿 你 陀 佛 阿 囧 佛 阿 伙 阿 阿 阿